大家好 这两天我有点强迫症的状态 自打看了新华社说的 建立河北雄安新区是党中央的千年大忌以后 千年大忌这个词就老在我的脑子里晃荡 挥之不去 你不得不承认新华社是领略了宣传的真谛 什么叫宣传呢 那就不管合不合理 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就算达到目的 所以不管它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 是万人歌颂还是众生吐槽 那传播力才是硬道理 那么既然传播了它就有影响 不管你是反驳它 你是嘲弄它 甚至是挖苦讽刺它 那么传着传着保不起 有些人就当真了 就跟早两年的那个哈思现象一样 说什么天若有情天一老 我为长者续一秒 那起初都是搞笑 都是网友拿来指桑骂槐 是讽刺现实的意味比较重 结果是越传越真 那有些人就真的就磨哈了 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凡事你不能较真 你一较真你就输了 说河北雄安新区是千年大忌 你别说它那个地方 什么经济文化历史的积淀都没有 说能不能把它建成个千年古都 你就说旁边那个北京有一千年吗 北京作为中国统一王朝的首都 起自于元朝 元氏祖忽必烈中统古年公元1264年下的建国都照 改燕京为中都定为陪都 治元四年公元1267年迁都于中都定为京师 治元九年公元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 所以元大都它现在的地理位置就是北京的长安街以北 东西两边呢就大概到二环路那个位置 到现在也不过就750年 可是现在党中央说这个河北雄安新区一张嘴 就是一千年 所以这个牛皮吹大了呢 果然是给人印象深刻 但是这个千年大忌啊 你放在现在这个语境下呢 你不能从字面理解 只能是会议 那大意就是很重要 党中央很重视 在它的战略决策级别里面呢 层次很高 影响很深远 所以我们按照这套标准去理解 于今天4月6号开始的川习会 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 也可以算得上是千年大忌了 这次川习会的会面 虽然说这个会谈时间只有24小时 你当然不能指望它能爆出一个特别戏剧性的大消息 但是它是一系列改变的开始 是一个重要过程的开端 也可以说意义非常深远 首先自从有朝核问题以来 这是最重要的一次中美高峰会议 它决定着未来对朝核问题各方要进入摊牌阶段 它对整个东北亚对这个地区国家的前景形势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其次呢就是自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 它是在中美贸易上一次有转折意义的会议 虽然你不能指望说这一次会面啊 双方就能够对无比复杂的中美贸易关系就下个简单结论 我加关税或者我不加关税 但是它是一个变化的开端 在这个会上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呢就是川习二人互相摸底 习近平想知道的是川普对于缩小贸易逆差的目标在哪 他要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效果 川普算是满意的 你是要两年之内就减少50%的贸易逆差呢 还是五年之内你减少个50%你就满意了呢 而川普的目标是想知道习近平所能承受的 少从美国赚钱的这个最大限度在哪 所以习近平他想降低川普的预期值 而川普想做的是尽量逼近习近平的底线 在这个首脑峰会之后 双方能够定下一个经贸谈判的大体事项和日程就不错了 所以以后还有很多繁琐的工作 还有很多艰难的谈判在等着 那不管这个川习会之后啊 外交措辞是多么的委婉 强调双方有共同利益有多少共识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中美之间所谓的合作共赢 皆大欢喜碰杯欢庆赚大钱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以冲突为基调的这个战略基础正在形成 在贸易上不管美国是通过增加关税来减少进口 还是强迫中方来扩大他的内地市场 让美国更多出口 不管是通过哪一种方式来减少贸易逆差 对习近平来讲都不会是无痛的 而习近平想要让川普降低他的这个预期值 降低他的目标 对川普来讲也不会是无痛的 而在南海呢 美国是没有可以用来交易的东西 不管是自由通行原则 还是在这个地区他对盟国的责任 他都不是可以用作中美关系之间用来交换的筹码 所以在南海美国基本上是到底线了 对于朝鲜过去的孤立政策制裁都宣告失败 所有的外交和经济制裁的努力 没有北京的参与都是无用的 所以对美国来讲 只要你还想制止朝鲜的合计划 那你就连带着中美关系要发生变化 简单的说就是 你想让北京对朝鲜动争格的 那你就先对北京得动争格的 得先让中共这边感受到痛了 它才会把这个痛感转移到金三胖身上 所以朝核问题的本质 它一定是中美之间冲突大于合作的 那美国即使是想对朝鲜动武 它也需要先去争取中共的默认 那中共默认它肯定也是不情愿的 所以这也会加深中美之间的冲突成分 所以所谓的合作共赢 皆大欢喜很难再走得下去了 接下来就需要有人妥协和让步 即使双方也有协作 在某些局部有协作 各自都有妥协 但肯定需要有人妥协的多一些 中美关系才不至于走向彻底的对立和破裂 所以你也可以说接下来就会有人输 有人赢 不再是简单的共赢 这个战略基础的变化 它会连带着各自国内的政治氛围的变化 这方面其实影响更直接的还是在中国 因为今年涉及到中共高层权力换届 涉及到它未来的权力结构 权力布局的问题 中美关系虽然是外交关系 但是它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为它牵扯到中国的经济安全 现在这种外向型经济 三驾马车里面外貌 它在整个中国经济体系里面占的比重还是太大 特别是你要把上下游一些相关行业算进去的话 占的比例就更大 所以它涉及到中国的经济安全 同时也就涉及到中共的政权安全 战略安全 所以它会中美关系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 会是个重要变量 那同时连带着也会引起国际氛围的转变 所有这一切现在只是个开始 事关国运的消长 所以你不能说它不重要吧 不能说它影响不深远吧 不能说相关决策的战略层次不高吧 所以按照新华社那个说法 够得上千年大计这个提法了吧 其实再过一千年 咱们这一查人类文明存不存在都还难说 但你至少可以说它是一桩百年大事的组成部分 但是这次川习会上呢 有两个没有登台的角色 一个当然是金正恩金三胖 4月5号它又发射了一枚中程导弹落在日本海 这本身是对川习会的示威 那这个事情好像有的朋友也挺紧张 咱们是不是说一下这个事情有啥特殊意义 我觉得没啥太特殊的意义 因为只要三胖它打的是中短程导弹 就不用太紧张 这只是它一般级别的武装示威 但是要是核试验或者发射远程火箭 那就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了 其实相比起它发射这枚导弹 我觉得另一个消息更加值得重视 就是有一则网络广告 说有人愿意出售 每个月可以出售22磅大约10公斤的高纯度鲤 从中国丹东发货 联系人的电话查到是朝鲜驻北京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这个鲤是个什么东西呢 鲤是一种放射性原料是制造核武器的原料 根据纽约时报后来的查证 这个广告留下的街道地址是不存在的 打过去这个联系电话也被挂断 或者就没有人听 那么这个出售核材料的广告 也许是恶搞 也许不是 是一种变相的示威或者试探 如果有朋友看过我一两个月之前的节目 也许有印象 我说如果有两种情况出现 会让这个朝鲜核危机变得特别紧迫 第一当然就是朝鲜搞第六次核实验 或者进行远程火箭试验 第二种就是朝鲜出售它的核材料或者核装置 因为朝鲜现在是经济破产 又处于高度被封锁孤立的情况下 它有可能扩散核武器来换取现金 那现在这两种情况呢 看似都还没有出现是不是 但是非常接近了 就差一小步了 而且更糟糕的情况是 这两种情况一起出现 最糟糕的情况是 三胖从此走上一条 以核仰核的道路 就是搞核武器超级烧钱 但是三胖又没有钱 朝鲜那两千多万人已经被炸到皮包骨头 再也炸不出一滴油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出售它的核材料来获取现金 以发展它更高级的核武器 就会是它一个非常现实的选项了 那么现在出现的这个要出售高程度里的广告 可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 第二个在川习会里面没有出现的角色是俄国的普京 昨天美国国务院宣布 国务卿迪勒森下个星期要去意大利参加七国集团的外长会议 在那之后4月12号他就会去俄罗斯访问 川普上任以后他的外交活动的中心就是围绕朝核的 那么我想这次迪勒森去莫斯科 至少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和朝核有关的 那么俄罗斯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什么影响呢 它对朝鲜是没有经济影响力的 它对中国的影响力也很有限 因为中俄之间的经贸关系 其实这两年没有什么增加甚至还有所减少 那么美国以中美贸易这么强劲的一个杠杆施压 尚且难以扭转北京暗中给朝鲜输血的做法 那么俄罗斯说去劝告北京能起的作用恐怕也不太乐观 是吧也不会太奏效 那么俄国在朝核问题上能够发挥的最大作用 就是默许美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承诺一旦这种事情发生 它保持中立旁观 如果它能够更积极一些的话 它可以封锁朝俄边界 在朝俄边界进行军事警戒 防止朝鲜的人员和军事设备转移到朝俄边界 比方说朝鲜就踩着朝俄边界发射导弹打韩国 从而给美国的军事行动制造麻烦 因为你一不小心就会有炸弹落到俄罗斯境内去 如果美国能够争取到普京对他行动的默许和配合 那么他就可以回过头来拿这个态度向习近平施压 要求习近平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那这会是一个比较有利的砝码 但是俄罗斯的兴趣不在东北亚 它目前是在欧洲和中东 所以如果美国想让普京来配合的话 俄罗斯想得到的补偿也在欧洲或者中东 所以这里就是朝和关系连带着中美关系发生变化 再连带着美俄和中俄关系发生变化 再连带到欧洲和中东受到影响 所以你沿着这条线扩展下去 川习会虽然说不上是千年大计 但怎么看也都比河北雄安新区要千年一点 影响范围大一点影响深远一些 当然以上都是主观推测 那咱们就是个时事评书嘛 那会不会这个事态沿着这条线来发展呢 咱们再来保持观察再做评论 今天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